剛剛給大家一點時間 你玩過之後 我們把這個成果打開一下 解答打開 您進到這邊來之後 首先第一個動作 你看我們先執行一下 這裡我把我的層次碼貼進去 這樣就好了 合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現在的程式是設定 如果小於0.4對不對 小於0.4的話我就亮紅燈 沒有的話就不亮燈 就等同小夜燈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有沒有小於0.4 0.4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的 我看一下 因為這樣不亮 不是已經亮了 但是不夠亮 有人太好了 你手機了現在我已經贏了 好 好 OK 有沒有超過了 對不對 好 感謝感謝 感謝真的支援 那你現在看到 我也沒用到兩個元件 一個叫做光明電阻 一個叫三色額燈 所以你要完成這個動作 硬體是不是要先準備好 所以剛剛有人會失敗 失敗在哪裡 硬體沒先加進來 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要先把我們剛剛玩過的兩個元件先放進來 你如果這裡沒放就直接叫它三色額燈變什麼顏色 沒有人 像天章那隻 這樣知道嗎 所以硬體要先有 那你才可以做這些判斷 再來就是 我們在這裡有沒有加上這個如果的條件 這裡有可能大家會弄錯的在哪裡 這個條件判斷是找不到 可能會找到另外一個 還有第二個 找不到否則 對吧 這是大家剛剛在用最容易出現問題的 所以我們來告訴各位這個在哪裡 首先如果的 我們在基本功能裡面邏輯 因為你只看到如果就執行嘛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在這邊有沒有一個齒輪 按下去 有沒有否則 所以如果你要否則 如果就這樣再加進來也可以喔 如果要再多也可以喔 你會瘋掉而已啊 因為太多的這種if else 就是我們一般寫成if else 不是啦 太多之後你會搞不清楚嘛 所以我們會用什麼 Switch啊 或者是slip case啊 之類的 其他的程式方式 那裡面也有啦 好 如果不要咧 按著 不是丟到下面 是丟到旁邊 怎麼來怎麼去 怎麼來怎麼去 用完再按一下齒輪就收起來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邏輯的積目怎麼用 因為跟可能你以前學習過的 類似像Squatch啊 不一樣 第二個 如果裡面這個條件的判斷 因為它是邏輯的 所以要找哪裡 是要找這個地方 這個 邏輯裡面的第二個 有沒有等於 可是有的人會找到哪裡 數學式裡面的 因為裡面也有加號 這裡 上面 在上面 這裡 有人會找到這邊 它不是數學式 它是邏輯的判斷式 所以這兩個積目是容易混淆的 你不要找錯 我跟他說 你聽到 倒不下 他就跟他說 我就對不去 你那邊捏金 有沒有 就是有這種人 有沒有 買下 不要趕我來金 他也是 又調查 積目就是這樣子 因為邏輯的不對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 哪一個不會 就是這個 這個 是不是要放進去 對不對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數字 在這邊 你一開始沒有這個 所以這個真的要找數字 有沒有一個數字在這裡 所以 用這種積目式的 有好處 也有缺點 我們一般寫層次 例如說 就是數字或字串 但是這裡就給你 因為你的類別要分得很清楚 數字就數字 字串 然後你就要找什麼 字串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剛開始 為什麼要讓各位先試看看 因為你有撞牆之後 你就會知道 那裡會痛 不能找那裡 OK 好 所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